泡点米粉明天早上吃 对呀 对呀 怎么不对 是啊 明天早上吃 先泡了是吧 要泡那么多吗 要 这里我拿香水 泡那么多 这个水这样可以用热一点的水 放好呢 大概泡三四十分钟 嗯 要呢 因为之前它都是硬的 然后再把它换冷水 对 要多洗一下开始的时候 不用这么洗 泡的时候一换一遍就可以 跟去洗的 这是昨天晚上全部都是泥炒的 酸菜肉末 辣椒 花生米 花生米熟了吗 熟了 嗯 好香 切点切 我早上不就 切点粉 这是你的啊 啊 这个大碗是我的 对 你确定我能吃那么多吗 反正碗蛋不一定吃很多吗 我是要少一点吗 你套少一点 这肉末可爱吧 其实它还有一个末 就是在超市里面买饮料送的 这是一套 它是这样的 叮叮 就这样 今天拍它用出来 对 拿撞米粉 其实这个感蛮好的 真的 因为这粉是昨晚上烫的比较软一点 然后第二天我又放了冷水 它就有点硬 如果大家喜欢吃软的话 可以多煮久一点 煮久一点 烧盖一下吧 嗯 其实你可以用筷子夹 或者是用手 这可以了 这可以放肉瓢 你这瓢 在烫面下它就软了 下次还是用了铁 吃多了一点 不多 刚好 我不要这么多 你不要全部都给我 没关系了 你多吃一点 我少吃一点没关系 你看我这多了 给你吧 哇 嗯 嗯 快点自己放掉 好 好 来 这里 放下来 放下来 放点酸菜 还点肉末 还是我们这肉没放辣椒 对 但是我另外做了一碗那个 辣椒碟 辣椒碟的 嗯 这个必须要 来一点葱花 瞬间感觉煮少了 嗯 爽差放少了 嗯 可以 嗯 嗯 嗯 还是那个味道 不够啊 嗯 不够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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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做完吗 差不多 可以 如果条件好了 就当它们烫的时候 也可以用高汤来烫 还有米粉还要好吃 嗯 搞定 嗯 很香 这个花生米特别香 嗯 我们以前 读书的时候就 吃米粉 就必须要让老板娘放花生米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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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